小花真是讓人生氣 那場躲避球比賽 我們差點就贏了 可是她竟然在最後丟歪了 別氣了 不要理她這個害群之馬 我們一起去吃點心吧 你覺得為什麼這個情境 可以用害群之馬這句成語呢 就讓我們一起來看看 害群之馬典故的由來吧 據說在巨慈山中 有一位法力無邊的神仙 只要經過她提點的人 都會感到受益良多 為此天底下有無數人想著要拜訪她 以求學勢增長 上古時代 統一了中國一方部落的皇帝 也同樣渴望能夠見到這位 民生傳遍各地的神仙 皇帝準備了許久 終於在某一天 帶著她最為信任的六名手下 一行人浩浩蕩蕩地朝巨慈山出發 皇帝坐在馬車內 身旁兩側各坐著一名部下 有兩名在前方騎馬引路 另外兩名則在馬車的後方護駕 旅途有些漫長 皇帝在不知不覺中睡去 不久後 部下們焦急地將她喚醒 皇帝看到部下們皆是醜眉苦臉的 便好奇問道 發生什麼事了 其中一位部下回道 大人 我們在郊外迷路許久 怎樣也找不到路 且這附近並未有人居住 想問路也不知道找誰問起 皇帝立刻下了馬車 並環顾四周 發現確實如部下所述 周圍毫無人焉 心中不免感到煩悶 就在此時 遠處有個人騎在馬背上 滿悠悠朝他們靠近 身形看似是一位少年 眾人看見後 趕緊朝他揮揮手 並向他問路 其中一位部下向他問道 少年 你知道距此山嗎 少年回答 知道 另一位部下緊接著問 那你知道山上的神仙 住在哪個地方嗎 少年繼續回答 知道 眾人聽見後 面上露出喜色 皇帝不由地摸著胡须 說道 少年可真特別 不僅知道距此山 還曉得神仙的住處 莫非連如何治理天下也知道 少年這時卻說 我對如何治理天下毫無意見 只想騎著馬 四處遊歷 皇帝見少年氣質非凡 必定會有一番見解 便再三請教少年關於治國的想法 少年終於鬆口道 治理天下和羊馬有什麼差別呢 都是從馬群中除去會危害到其他馬的獵馬罷了 皇帝聽完後 突然明了少年的身份 不禁下跪向少年叩頭 並說道 多謝天師 後來皇帝不再繼續尋找距此山的位置 與部下們一同返程回家了 你心目中是不是也有一個嚮往已久的地方呢 只要每天都朝夢想努力一步 總有一天會實現哦 接著 跟著我一起呼吸 亥群之馬故事的重點吧 亥群之馬故事的元氣 據說劇慈山中有位厲害的神仙 凡是受他提點的人都會感到獲益良多 皇帝因此與部下們結伴前往劇慈山 想要拜訪神仙 故事的過程中 皇帝眾人來到郊外後便迷路了 且附近沒有住家 也沒有其他人可問路 正當皇帝感到苦惱之時 有位少年從遠方而來 故事的結果 皇帝見少年身份不凡 便詢問他治理天下的見解 少年回 治國如同羊馬 虛除去有害的獵馬 皇帝醒悟後便道謝離去 這樣 有沒有讓你更了解亥群之馬的故事了呢 接下來 跟著我一起動動腦思考以下兩個問題 並試著回答看看吧 第一個問題 說說看 皇帝最後明白 少年的身份是什麼呢 我覺得你回答得很好喔 緊接著第二個問題 你覺得為什麼少年會說治理天下像羊馬一樣呢 恩 我覺得你的回答很棒喔 最後 我們一起來複習 害群之馬這句成語吧 害群之馬就是指 比喻為害大眾的人 我們先來看一段例句 他經常亂丟垃圾惹是生非 社區的居民都把它看成害群之馬 我們可以怎麼運用在句子中呢 我們先來看一段例句 他總是偷懶不打掃 害得全班被老師罵 真是一個人害了全部人 我們可以改稱 他總是偷懶不打掃 害得全班被老師罵 真是害群之馬 與害群之馬相似的詞友 成狐瘦鼠 相反的詞友 人人致世 今天的成語你都已經學會了嗎 那我們下一個成語見囉 掰掰